国足李铁的背后,小时候没钱理发,宠爱太太拼命挣钱,曾是十亿富豪,李铁从穷小子到娶上富家女,李铁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,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,收入有限,因此,李铁小时候经常需要在家里自己理发,据他自己回忆,他曾经用一把剪刀和一面镜子,在卫生间里给自己剪头发。 虽然这样的经历有些艰辛,但也让李铁从小就学会了独立和坚韧的品质,李铁那时没钱理发,头发太长遮眼睛,只能不停吹头发,这个习惯一直养到47岁的今天,李铁的爱情生活相对低调,他在1999年与沈阳的一个酒吧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真爱龙飞,当时二人也没想到对方会是自己一生的爱人,李铁去英国踢球时,再次遇到了龙飞, 龙飞在英国留学期间,获得了全额留学奖学金,他非常热爱舞蹈,并且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和上进的人。 后来,李铁与龙飞在2003年年底,在英国利物普世正处正式登记结婚,此外,李铁的妻子龙飞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,非常低调,他的身份也非常神秘,几乎不公开露面,并且李铁的设媒中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照片, 同时,他还是李铁名下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,当时,李铁在足球界的形象是清流,绯闻极少,呵呵。 后来,有媒体爆料称,李铁还有一个在英国注册的妻子,还育有一个儿子,为了让龙飞过上好生活,李铁可以说是不择手段,除了爱情驱使,还有内心的贪欲。 李铁作为一名足球教练,曾经担任过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,年薪高达1.2亿人民币,此外,他还曾在中国国家队主教练,并获得了800万的薪酬。 李铁的案子曝光后,他的资产状况一直受到公众关注,据报道,李铁在沈阳一家银行的存款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,此外,他在海外还拥有多处房产。 然而,这只是李铁资产的一部分,据称他的涉案金额数以亿计,网友都很好奇,李铁的妻子去哪了? 据报道,李铁的很多资产都在海外,关于这个问题,有报道指出龙飞已经去网了加州,正义一定会到来,希望龙飞能把李铁的非法所得吐出来。